他们就不会相信他 然后有一天他真的被私输了 那我们试试看 林老师不相信他 但是实际上真的也不相信他 对吧 书丝的多了 林老师还会送一本新的算术书给小豆豆 还会在书上写着一句话 祝小豆豆学习进步 林老师教小豆豆都一个学期 送给小豆豆两本书 后来小豆豆自己也觉得 私书的次数太多了 太假了 他开始丢书 林老师检查作业时 小豆豆就委屈地告诉林老师 我的书丢了 林老师就很认真的问小豆豆 怎么丢的 在哪里丢的以后要小心呢 林老师问小豆豆时 是用非常信任的口气问的 不像苏老师那样 一开口就不信任 林老师每次问话都让小豆豆觉得 既惭愧又感动又温暖 说丢书的时候 林老师总是温柔地安慰 小豆豆下次要注意了 以后一定 你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书包 不要让坏人得逞 你算术进步这么快 一定有人进步 忌妒耶 小豆豆豆算术成绩真的进步了 在一次测验中 小豆豆考得了 62分 That sucks 6分钟 他这么快 你这么快 一生牛 但是他以前只考10分 对但是那还很酱 这是她二年级以来最好的分数 在小豆豆丢第三次课本的时候 林老师还送了一个带拉链的书包 并且告诉她有了这个书包 书就再也不会丢了 这个拉链 这个拉锁可以锁住一个秘密 坏蛋在通你的书 拉锁就可以把它的手锁住 从此以后 小豆豆的算数课本再也没有丢过 有一天小豆豆突然发现 诶 她怎么不怕算数课了 你这个淘气的小东西 上课像是一道命令 听到响声 小豆豆像猴子一样 敏捷地往树上爬去 蹬蹬蹬爬到树叉上 班上响起了起立坐下的声音时 小豆豆已经爬到了树 柳树叉上坐了下来 同学们看一眼 老师然后齐刷刷地往往窗外看 小豆豆不紧不忘地拿出书包 放到腿上掏出课本 掏出作业本 掏出笔 放到膝盖上 淘气的小东西 林老师看到窗外的小豆豆心里说 走到教室的时候 走进教室的时候 林老师看一眼 小豆豆座位空的 心里就忍不住笑 但是在全班同学面前 他一定要做出严肃的样子 当班长含起立的时候 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窗外 一个黑黑的影子向树上爬去 就知道那是淘气的小豆豆小豆豆呢 书就等林老师来 站在柳树下 伸开手接他下来呢 林老师将课本放到讲台上 说同学们打开课本 预期五分钟 然后走到讲台下 走出教室 拐一个弯 走到教室的柳树下 你这个淘气的小东西 小东西不会下 还敢上树 林老师伸出双手 把双手展开成双杠状 等着小豆豆跳下来 小豆豆已经像阳光一样 站起来了 就等林老师来接呢 当林老师说你这个淘气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攻下腰 他很喜欢听林老师说 淘气的小东西这句话 这是一种甜蜜责备 有一次林老师走过去 一直直接喊 下来吧 小豆豆本来想立即站起来的 却坐下来了 林老师一下子正住了 心想 小豆豆又怎么了 小豆豆去说话 你还没有说 你这个淘气的小东西呢 你会把书吗 我会 林老师哈哈一笑 只好说 你这个淘气的小东西 小豆豆扑着 从树上跳了下来 他跳得很准 正好跳到林老师 粘开在壁弯中间 教室后有两棵大柳树 柳树离教室有四五十米 林老师抱着小豆豆 往教室里走 有时候他让小豆豆自己走路 但这样更麻烦 因为小豆豆要求林老师 要求牵着老师的手 还要迈着八字步走 他多骄傲 和林老师一起走 他的水也不闲着 他要给林老师讲 刚才发生爬树的事情 王林上树时挂住了裤脚 毛毛的腿就流血了 说着之后 他还问林老师 你猜猜是为什么 林老师知道 他不回答小豆豆 也会说出 他不回答小豆豆 也会说出 答案 只是 只是耐心 只是做出耐心 倾听的样子 原来啊 毛毛裤兜里 装了一只麻雀 他上树石 忘了拿出来了 小豆豆说着 哈哈大笑起来 马小刚今天拉肚子了 所以他爬了几次 爬不上去 王小茂这个坏蛋 齐乐爬树石 他拉掉了齐乐的裤子 只有四五十米的路程 他恨不得将 刚才发生的事情 全部讲完 如果随他的意 任他讲 什么是麻雀 麻雀 是一种小鸟 身上有点点的 他能抓鸟 对 他很棒 不是 不是小豆豆抓小 抓鸟 是另一个小朋友 叫什么 今天 是毛毛抓小鸟 毛毛裤兜里装 林老师干脆就 如果随意让他讲 能讲两个小时呢 所以林老师干脆就抱着他走 即使这样的小嘴也没有闲着 林老师把他放下来的时候 他还紧张 抓紧时间 小声贴着林老师的耳朵说 我还没有讲完呢 等下课我再讲给你 林老师点点头 走到教室门口 小豆子低着头 红着小脸大 跑进教室 拼拼包包坐好 林老师走上讲台 现在我们讲第五课 请同学们合起课本 林老师也把腰顶着挺 挺得比 比直 不行我太冷了 关上 你听我讲了吗 关上 我觉得真的是 我是说你好 关上 我是说你好 关上 你是说我是像那个 你有的 关上 对所以 我就故意的 关上 对所以你 你是笨蛋别的吗 你觉得你是笨蛋别的吗 关好了 好的 学习就是在敲门 为什么学习不好 林老师讲过很多很好听的理由 书太难了 有些书只印那些同学们不懂的知识 如果书的第一页上印着1加1等于2 第二页上1加2等于几 第三页上第一页上印上1加1等于 第二页上印1加2等于 第三页印1加3等于 第一版页上1加100 那不就容易学好了吗 这些课本太严肃了 为什么语文算术英语这些课本 不主动和同学们做朋友吗 不做朋友呢 总是从同学们找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找同学们呢 要是算术课本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来到我们身边 悄悄扒到我们耳边说 嘿我是算术 25乘25等于625 算一个 那我们不就记住了吗 如果我们在算术的时候 25加25 25乘25 55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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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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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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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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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有些小房子装语文知识的 有些小房子装音乐知识的 这些房子的门本来都是关着的 我们上课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敲门 可是有些门就是敲不开 同学们我们都喜欢音乐 你们知道为什么音乐的 音乐的门那么好敲开吗 不知道 因为我们敲音乐门的时候 声音太响了 音乐立刻就能听到 赶紧就来开门 李老师笑着说 哈哈哈哈 就是啊 小豆的心里想 唱歌的时候声音确实大呀 还有些原因就更复杂 更复杂了 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原因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青菜吃得太少了 没有吃沙拉的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核桃吃得太少了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故事听得太少了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因为不能每天 都有一只蝴蝶 爬在他的窗台上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因为他不能 每天穿白袜子和新皮鞋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因为课本不是巧克力做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因为他必须把课桌 放在花园里 才可以学习好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的原因 更特别 如果他配上剑学习 那他上学的路上 如果他上学路上 有一片森林 如果森林里经常出现兔子 白马仙女蘑菇 野草莓 黄荫桃花 上学的路上 一年四季都有各种颜色的落叶 或者青草腹地 他就可以学习好了 有的同学学习不好 是因为他身边的同学 学习都比他好 小豆豆想 这是林老师讲的俏皮话 还是故事呢 但是听了这些故事以后 他真的就喜欢吃青菜了 他想 我现在学习越来越好了 是不是吃青菜的缘故呢 No Geez 吃青菜你学习就能好 你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学习好了 就是因为你吃青菜了 不能说尿尿 要出生厕所 第一节上语文课 同学们都拿出语文课的本 等宋老师上课 门开了却走进来两个人 宋老师和林老师 难道他们要一起上课吗 大家疑惑着 宋老师走上讲台 今天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 林老师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了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新班主任 全班响起热烈的掌声 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小豆豆拍手拍得最忘我 同学们都停下来了 他还在拍 他的小小失误 又让同学们开了一次心 掌声过后 林老师登上讲台讲了几句话 林老师讲了什么 小豆豆没有听清楚 他太激动了 林老师离开后 宋老师继续上课 第三节上第三节课的时候 铃声响了 小豆豆却忽然觉得有点尿急 他低头就往门外冲 结果和林老师撞了一个满怀 好在林老师用手接住了小豆豆 没有伤到他 小豆豆睁开林老师的手 往厕所方向跑去 已经上课了 你往哪儿跑啊 林老师在他背后喊 我要尿尿 小豆豆头也不回大声喊 全班同学轰的一声笑了 小豆豆的声音太大了 恐怕全校的同学都知道了吧 小豆豆听到了同学们的轰笑声 他的脸突然红的 跑得更快了 哎呀 真没有出息 我怎么能 我怎么能那么说呢 不能说尿尿 要说上厕所 女生要文雅 他嘴里自言自语 又害羞又快乐 一路跑着一路告诫自己 以后一定要记住 尿尿不能说尿尿 要说上厕所 到厕所尿了尿 小豆豆又跑向教室 跑到教室门口 他就有点害怕 不好意思 多么不好意思啊 这时候一个头从教室里伸出来 小豆豆赶紧上课 这是林老师喊他 小豆豆低着头 赶快跑进教室 还好 没有同学校 这是难忘的一天 老师就是你们家的大哥 新官上任三八火 第一次开班会 林老师宣布了他的新法规 现在我们 现在我是你们班的班主任 什么是班主任呢 班主任就是咱们班的头头 听说过桃园三结议的故事吧 现在我们也就是结议了 我就是你们家的大哥 听到林老师说 要和大家的结议 林老师要做大家的大哥 班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 同学们感到又新奇又温暖 林老师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呢 我们班旗是一个集体 我就是咱们班这个集体的头 作为一个集体必须有纪律 精神 有大家一起遵守的小小规定 规定 现在我讲一下我对同学们的要求 说到林老师 说到这儿林老师拿起粉笔 转身走向黑板 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 知错不咎 同学们都是好孩子 知道学校的纪律 这些学老师就不说了 现在我说说咱们这个小小集体的纪律 同学们你们看过电影吧 电影里的解放军深处 遵守三大集的八项注意 但是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规定 我们班呢也有自己的规定 我今天说的是 哎呀 咱们这个小小小小的余地 咱们这个小小小的三大集 咱们这个小小小的一大集 想成功 咱们这个小小小的一大集 咱们这个小小的一大集 楼散开 咱们这个小小小的一大集 我们会多go的大集 咱们2016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